我對你愛愛愛不忘 嗨 大家好 我是Amy 我又來了 今天這個背景有沒有覺得特別好看 終於在搬完家之後 我給自己收拾出了一個拍視頻的小角落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美麗 就完全是我自己喜歡的那種風格 簡約啊 就是有點小情調啊 綠植 蠟燭 Chanel 這個版本是我一個朋友送我的 然後我今天裝飾有沒有 小復古的感覺 因為今天我們視頻的主題呢 是要來開箱一個 請給大家看箱 開箱 那這支視頻呢 是跟中高端閒置交易平台 PLUM合作的 謝謝PLUM 那PLUM呢 是有跟日本最大的 中古Vintage閒置交易平台合作 他們的商品呢 基本都是中高端的試機師品牌啊 或者是買手製精選的一些產品 那他們收到的閒置產品 都會送去日本鑑定 所以這個貨的真實性呢 就是不用擔心了 就不用擔心說 買到什麼A貨房 或什麼這些不用擔心 那有小伙伴說 欸為什麼我不直接去店裡買 我要在PLUM上買 首先PLUM它的價格呢 會比店面食會非常多 再者 它的產品 因為都是閒置 那就代表它不是當前市面上賣的貨 就等於說很多貨 你是已經買不到 但是你可以在PLUM上買到 就是有那種收藏愛好的小朋友 可以去上面搜刮搜刮好東西 然後它的交易平台呢 不僅僅是你可以在上面買東西 如果你自己有什麼奢侈品閒置的話 你也可以送過去 然後進行售賣 應該也是會送到他們的渠道 然後先經過他們的鑑定 然後再進行平台上的售賣這樣子 產品都是經過鑑定 然後衛生處理的也不用擔心 好說了這麼多 讓我們先來開箱吧 我覺得我很久沒有開箱了耶 是不是啊 窮嗎 好 我都有點忘了我選購了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 好像記得大部分是衣服 一件黑色的 其實多倫多前兩天剛進入夏天 我好像買了一些現在這個季度 無法穿的衣服 沒關係 秋天也會很快來的 多多的夏天短暫 我記得這是一件外套 其實大家有知道 我不是那種很經常使用奢侈品品牌的人 就是你們看我的包包幾乎沒有什麼 Gucci啊 Prada這些Chanel 不太是我的風格 所以我一去挑選呢 我也不會選擇超高端的那種品牌 我一般就是自己的性格就是喜歡 設計師的一些比較輕奢啊 特別一點的那種 所以我開箱的產品應該不是大家期待的 LV之類的東西喔 好看看喔 這是一件風衣 這我有印象 這個牌子是Vanessa Chan 應該是個設計師品牌 然後它是一件藏藍色的衣字兼風衣裙裝 就那種小復古的感覺 欸 好適合喔 我看看喔 味道就是那種 很新鮮衣服的 新鮮衣服是什麼鬼 新衣服的味道嗎 因為是包裝 裝在袋袋裡過來的嘛 難免會有一些褶皺 這很正常 那我來自眼擦 自眼擦 然後 林口 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都是沒有什麼使用痕跡的 痕跡 反正我沒有看到任何的使用痕跡 嗯 袖口也非常乾淨 袖口也非常乾淨 這跟新鮮衣服的差別是什麼啊 它會有這種白色扣子的設計 我覺得有一點空姐海軍的那種小復古的感覺 喔好看欸 料子呢 料子的確不適合夏天穿 然而我不覺得它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件外套 還是它就可以直接這樣穿 可能裡面 搭一件小背心 攜帶的背心之類的吧 可能直接穿也行 那你就沒有辦法脫衣服了 就是一件裙子 它的原價是2880的明幣 然而在平台上購買價格呢 你可以1590買到 就真的打了一半的折 真的很划算有沒有 然後我覺得它的衣服質量 就是在我眼裡看 我覺得跟全新沒有什麼區別 所以就 真的很划算 好讓我來開下一件 是一件藍色的襯衫 這件襯衫的牌子的是C C 我不知道怎麼唸 C 然後槓槓 MEO Collective 應該也是一件設計師品牌 然後它原價是1380 然後網站價是768 那我們來看看這件衣服 那個 綁帶 綁帶很長耶 這是袖口 袖口兩邊好像 這不是袖口 這是腰上的綁帶 這衣服扣子沒扣上 讓我有點難以辨認 什麼是什麼 然後這是XS 嘛 我穿不穿得了呢 啊 就是有一點 腰間綁帶的設計 這件衣服好像是完全沒有扣子 然後就是用 腰間綁帶的設計這樣穿上 我有一件相似的衣服 然後它的袖子呢 看它的袖子是這種設計感的 就等於有一個荷葉邊 然後這樣垂下來 啊好好看 林口也有小荷葉邊 讓我來檢查一下 有沒有使用痕跡 沒有喔 就都很乾淨 非常乾淨 林口也非常乾淨 沒有看到任何的瑕疵 這件也好看 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欸這是 這是個包 我終於拆到了一件包 欸他們這個緩衝紙包的還蠻好的 我都看不到包的本體 這個包 是 RFactory 炫彩雷射水母造型手拿包 這名字真的是 好 挺好 它包包外面還有一個防塵袋 看 怎麼鈴鈴噹噹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到夏天 我就非常 喜歡那種 雷射的那個炫彩的那種 感覺 喔 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下面有兩個 吊墜嗎 這是一個小螺絲 然後那邊那是一個硬幣好像 寫了一個RFactory 然後這個 扣子這裡也是一個 小螺絲 那這個包呢 看到就有一點輕微的刮痕 就是 輕微微輕微 輕微微輕微 就是你在購買的時候呢 它其實上面都會有說 跟你說明說這個東西 它是有輕微刮痕的 或者說它沒有什麼 就是如果你很介意的話 你就不要挑選那個產品 但其實這個在遠處 你也看不出來那個刮痕對不對 這樣你也看不到 因為它本來就是很雷射 就很好看 看看它的開關像 有沒有 這樣打開 很像皮帶有沒有 然後就 拆開 喔裡面是紅色的 好看耶 好驚喜喔 好復古喔 還有這個 小兜兜 欸好可愛喔 好看 那所以就是要這樣拿著嗎 這樣拿著 手拿 手拿包這樣出去 那下面就會一直掛著兩個 這樣 或者是不是要這樣拿 唉唷 我一直在搞來搞去這包 或者是不是就是這樣拿 也可以 就你喜歡怎麼拿怎麼拿 你可以這樣拿嗎 好看 好看 我喜歡 好適合夏天喔 我來看來它可不可以 把我平常上班要裝東西 裝進去 首先 手機 挑戰 你看我的大錢包裝不放進去 大錢包無法 哈哈 是我太天真對不起 但如果是一半Size 應該就沒有問題 然後呢 炎 粉餅 裝入 護手霜 裝入 口紅 裝入 護唇膏 裝入 眼藥水 裝入 耳機 裝入 我就把我的鑰匙偷走了 沒有辦法裝入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可以關的上呢 直接就 啪 關上 就的確你要去擺弄一下裡面那個位置 因為它這個形狀還蠻特別的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抓著 好看耶 再抓一遍也是覺得很好看耶 打3.49了 直 接下來好像是最後一兩個產品 喔 裸粉色抹胸款喇叭秀蓮衣裙 這個牌子我不會唸 但看起來也是一個設計師名牌 這也是一字零的款式 我覺得跟剛剛那一件黑色的海軍外套風衣有點像 為什麼我要搞兩個差不多 因為就很好看這個款式 這個 欸 好好看 它跟那一件不同的是 它是一個中間的單扣 然後也很厚 也是夏天無法穿的是 就是秋冬款的 啾 挺好看的 然後會有兩個小肩帶 這個真的還蠻厚的耶 來來來來來來 檢查 沒有任何的著妝痕跡 袖子也很乾淨 它的袖子就是有一點 對 真的是小喇叭袖 味道都跟新衣服的味道一樣啊 很好看 就不是個夏天啦 真的 好 最後呢 最後我下單了一套睡衣 這感覺提高生活品 這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睡衣 如果你睡覺的時候穿了一身很舒服的睡衣 就會覺得 我還有錢 你懂的啦 就一種精緻小女人的生活的感覺嘛 鎖粉色 仿真絲刺繡 所以它不是真絲 它是仿真絲 我來摸摸它舒不舒服 它是一個連衣睡裙那種 喔 好好看 喔 好好看 讓我想起了奧戴利赫本 好好看 然後大概是到大膝蓋的長度吧 我覺得 給你們看一眼它的領子 我覺得很好看的一個設計 就領子這裡有一個小刺繡 嗯 沒有任何的使用痕跡 就只是放在了袋子裡有點皺 挺好看的 讓我覺得自己是奧戴利赫本 呵呵 美的咧 好 我的箱子空了 那最後呢 我們再來說說 如何在plum上購買東西 plum呢 它是不需要下載APP的 當然它們也有 但是呢 它們可以直接用微信的小程序使用喔 就很方便 不需要再下載什麼任何其他的軟件 那你就是可以直接搜plum 然後就有個小程序 你就打開它 因為我今天是裝好了嘛 然後它就會load load好了之後呢 就會有首頁啦 就是今日推薦 那你也可以根據分類來買 然後就會有不同的產品分類啊 商品分類啊 折扣區間啊 比如說你可以看一下 折扣很高的 你就打三折以下 你就點進去 其實就是跟普通的網購非常相似啦 上面就會有衣服什麼 你看還有的已售的 那你也可以點只看再售 就是不看那些已經賣掉的東西 就這樣跟平時的網購非常相似 那比如說呢 你喜歡這個包包好了 你就點進去 你看下面都會有設計師品牌啦 新舊程度都會說 有輕微使用痕跡啦 什麼什麼的 你就都可以看到 尺寸也可以看到 然後他們的網站呢 是滿500人民幣的話 順風就是免郵費 其實你這個買滿500人民幣還蠻簡單的 畢竟是輕舍品牌嘛對不對 喔對了 我的小粉絲們 我有折扣碼唷 如果你們想在Plum上購買的話 輸入AMY Amy 就可以力減50人民幣 還是挺划算的對不對 好如果感興趣的小夥伴 就去淘一淘吧 好今天視頻就到這裡囉 希望你會喜歡我的視頻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我今天這個新角落喔 如果喜歡的話 請你們點讚 投幣 轉發 評論彈幕 不要忘記告訴我 你喜歡我唷 如果你不喜歡我的話 我就不想知道就是 拜拜好嗎 走好 不送 好 那我們有機會下次再見吧 如果想看更多的視頻 請你subscribe我唷 拜拜